哈囉大家好,我是劉胖 今天我們來開箱這個是露營小物啦 是小米最新推出的多功能露營燈 這是一款還蠻有意思的產品 除了外型還蠻好看之外 它的功能也非常豐富 像是多種模式的切換 然後無段式的亮度調整 另外它還有可以一分為二的兩用設計 更厲害的是它還可以連接手機APP 來解鎖更多的功能 好,那現在快速幫大家介紹一下 順便講一下我自己簡單體驗之後的感覺 現在我手上的就是小米多功能露營燈的本體 那它整個外殼是塑膠材質的 包括這個透明的燈罩的部分 但是整個質感我覺得處理得非常不錯 包括像是這個塑膠本身 它不是那種很廉價的塑膠的質感 它表面有做一些這種比較霧面的紋理 所以不管是摸上去還是看起來 質感其實都算是蠻不錯的 整個外型也是蠻有質感的 沒什麼多餘的線條 顏色的部分我個人是覺得非常好看 像是機身的部分是這種 像是殺色但是稍微淡一點點的感覺 在底部扣環的地方有稍微做一點跳色 然後這個顏色也是呼應底部的一個設計 然後在內部靠近燈這邊 有做這種凹槽的細節修飾 那在機身配置方面我們從上往下說 最頂部剛剛講過就是一個吊環 你可以把它吊在你的燈柱 或是其他你想要吊這個燈的地方 那這往下的部分就是主燈的結構 然後主燈的下面可以看到主要的操作區域在這邊 這邊包括兩個按鍵和一個旋鈕 在旋鈕的上方則可以看到狀態以及電量的指示燈 接著轉到背面可以看到充電口在這邊 它採用的是Type-C的接口 那它整機是有支援IP54的生活防水防塵 所以一般使用呢 你當然是不能拿著它直接沖水或是甚至泡水 但是一般如果說不小心淋到一點點的小雨 然後趕快收起來基本上都不會有什麼問題 如果要開燈的話就長按左邊這一顆是電源鍵 它就會開燈 這個時候呢旋轉中間的這個鈕 就可以無段的調節它的亮度 而且你看它燈在變化的時候它是這種 有點柔和的一個感覺 包括你在關燈的時候 它都是這樣慢慢的這樣子關下來 它不是突然的關燈 這樣子就是會更有質感一些 那如果想要切換模式的話呢 就按右邊這一顆是模式的切換鍵 像我們現在看到第一個模式這個叫做噪明模式 接著我按一下 它就會變成這個叫做呼吸模式 可以看到它的光呢就是這樣很緩慢的 有一個固定的節奏的 來去做明暗的一個變化 接著再按一下它會變成叫做燭光模式 一樣是這種忽明忽滅的這種閃爍 但是呢它的頻率呢就是比較不規律的 好它接著第四種模式再按一下 就是這個叫做流彩模式 它就是會依照順序的讓這個中間這個燈呢 去做七彩的變化 那最後一個模式呢再按一下 它會變成這個紅光 其實也不能叫紅光 這我們等一下會再講 它其實是單色的一個模式 那前面提過了中央旋鈕這個亮度調節呢 只有在一般照明或是單色的狀況下呢 才可以去做調節 其他包括呼吸、燭光、流彩呢 都是沒辦法去調整亮度的 那這個小米多工的露營燈呢 它可以跟手機APP來做連結配對 你只要安裝這個米家的APP 就可以在裡面呢依照它的配對指示 就可以找到這個小米多工的露營燈 那打開之後呢它的功能算是非常的完整啦 包括最基本的是你可以用這個APP來開關這個燈 再來呢就是情境模式的切換 一樣可以透過APP來完成 再來是燈的亮度呢 也可以透過手機來做調整 另外你在APP裡面呢也可以去調整它的色溫或是色彩 這個就是在這個燈上面呢 本身是沒辦法去做調整 只有在APP上面才可以去做設定的 像是色溫的部分基本上是去調整 照明模式下這個燈的色溫表現 像是你可以用這種比較暖的一個色溫 或者是呢你可以把它用這種 光色比較冷點的這種白光的感覺 色彩的部分呢就是去改前面提過的那個單色模式 那預設是紅色嘛 那你可以去在這上面隨意指定 它是一個全彩的RGB 那你可以去指定任意的顏色 例如說想要紫色也可以 然後藍色 要綠色 黃色 都是可以去隨喜好來指定的 像是一般如果你在露營怕一些蚊蟲啊什麼的 你就可以把這個燈 把它設成這種紅色的燈光 它就比較不會遭蚊蟲 那最下面還有這個延遲關閉的功能 你可以去設定這個要延遲關閉的時間 比如說我設定5分鐘 那它就會在5分鐘之後呢自動把這個燈光熄滅 像是如果你要把它當成夜燈的話呢 那這個功能就非常好用 那情境模式的部分 如果進到App裡面呢 你還可以新增自己喜歡的模式 你就可以選擇你要的亮度啊 或者是色溫色彩 然後建立自己想要的名字之後呢 然後接著打勾它就會儲存 你就可以有一個個人化的情境模式在這邊 最多呢可以建立四個個人化的模式 好那影片一開始有講到說 這個小米的露營燈呢 它是一燈兩用 但是怎麼講到現在好像都沒有講到這個部分呢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神秘的小設計 轉到頂部呢可以看到這邊有這個開鎖的標示 你就抓著這個吊環 然後依照這個方向往解鎖的地方去旋轉 轉開之後呢 然後就把它拔起來 好沒有錯 裡面呢還藏了一支小燈 那這個呢就是它的這個子母燈的設計 這個子燈呢可以看到它就是這樣小小一支 然後頂部這邊可以看到是它的電源鍵 跟模式的切換鍵 那它主要有兩個功能 首先我們長按這個電源鍵 它直接就是一個手電筒 可以去做基本的照明 那另外呢第二個功能是 再按一下頂部的按鍵 它就會變成側燈 就是這種比較小的一個 持續照明的燈光 那發出來的燈色呢 是這種比較偏黃的這個暖色光 那這個子燈呢它功能就比較單純 它就沒辦法去連接APP 然後這個燈光的明暗度 也都沒辦法去做調整 就是這種兩段式的切換這樣子 我個人覺得這算是一個蠻聰明的設計啦 如果你去露營像是露營區啊 甚至你去野營 可能很多地方呢 它的燈光就不是這麼充足 這個時候你就需要這種手電筒來做曝光 但是你整個拿過去又很大 而且假設你跟大家一起露營的話 你要整盞燈這樣拿走也是不方便 這個時候呢你就可以 直接把這個手電筒抽起來 就可以直接帶著走非常方便 那原本這個主燈呢 你就可以留在原位這樣子 然後你再把這個紫燈抽出來的時候呢 這個主燈上面也不會空一塊 它有一個彈性的蓋子 會直接這樣蓋起來 整個看起來還是非常完整非常漂亮的 我覺得也是一個 細節上面還不錯的一個小設計吧 那在電量的部分呢 主燈的電量是4800mAh 在最高亮度下呢 它可以亮大概4.3個小時 低亮度的話大概是可以到100個小時 那在採光模式下呢 最高可以亮到24個小時 紫燈的部分它的電量是800mAh 手電筒可以用2.7個小時 那側燈的話是4個小時 個人覺得這個時常在一般露營的話呢 應該都是滿夠用的 好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款小米多功能露營燈的 簡單開箱跟介紹啦 個人覺得這是一款滿好的產品啦 它的價格也不貴 只要1000塊出頭 那功能啊外型我覺得都非常的全面 那如果你有喜歡露營的話呢 這一款小米多功能露營呢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要說比較可惜的地方呢 就是它只有一種顏色可以選擇 如果說它可以有更多的選擇 比如說像很多露營的人 他很喜歡的這種 軍綠色的一個感覺 或者是說 卡其色比較深一點的 或者是黑色之類的 我覺得在搭配上面 尤其是很多人可能喜歡這種風格露營 的這種組合上面呢 它會有比較多的一個選擇 好那以上呢就是這次的開箱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款產品如何呢 有任何看法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如果覺得影片不錯 也歡迎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 劉胖胖我下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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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